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将在美国大量生产3nm、5nm先进制成晶片的消息,从11月以来成为热点。 台积电日前最初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建设的亚利桑纳州晶圆厂,包含一部分可能用于二期厂房的建筑,透过利用一期同时建设的资源来提高成本效益。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座建筑能够让台积电保持未来扩张的灵活性。 有鉴于客户对台积电先进制成的强劲需求,将就营运效率和成本经济因素来评估未来计划。 但就目前为止,台积电尚未确定亚利桑纳州晶圆厂二期的规划。 不过对于此消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表示,台积电已经差不多敲定,计划在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新工厂生产3nm晶片。 事实上,对于是否扩产,台积电也是比较犹豫,因为目前整体经济大环境非常的尴尬,全行业需求正在快速减退。 随着全球半导体产能从紧缺转向过剩,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从400亿美元看到了360亿美元,主要是减少了先进工艺的投资,300米的量产时间一再主动推迟。 虽然台积电之前一直强调3nm进度良好,客户也很踊跃,然而就算是3nm首发客户苹果也在削减之初,智慧型手机、平板及PC需求下滑,苹果也放缓了3nm量产步伐。 试况不好知情形下,全球主要晶圆代工厂将重点转向了研发。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三星电子于12月在DS事业本部下设立新的全球研究机构。 据了解,新成立的全球半导体研究部门将由DS事业本部副总裁领导,有望对半导体市场及其他相关行业进行分析,并挖掘新的市场。 目前,三星集团旗下有三星电子,负责尖端技术研究的三星研究所、三星证券研究所、三星全球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机构。 然而,这些研究机构分散在不同的领域,没有一家从事半导体行业的深入分析。 三星电子认为,由于前两年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半导体供应严重不足, 因此,有必要设立单独的内部半导体研究机构。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也没有闲着。 据日本共同社11月底的报道,台积电已向媒体公开了位于大阪市内支援客户半导体设计的新据点, 日本大阪设计中心该据点12月起已约30名员工的规模启动。 报道称,这世纪横滨之后台积电在日本境内的第二处据点将强化在日本关系地区招聘人才。 台积电计划2026年度在横滨和大阪两处据点安排400人以上, 预计将是海外设计支援据点中的最大规模。 共同社援引台积电设计机技术平台管理人员的话称, 在横滨设置据点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年轻人才进入了公司, 期待也在大阪获得成功。 大阪中心主任称,该地区高校有很多半导体研究室会加强相关录用。 随着台积电扩大在日业务, 其正在推进雄本县的新工厂于2024年底前投产的计划。 并据日经亚洲11月下旬的报道, 由于包括外资台积电在内的各大在日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 正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工厂, 以应对晶片需求下滑和电动汽车时代的到来。 We Technology公司11月在港口城市横须贺的, 一家工厂和研究中心开始全面运营, 投资总额约为21日元折合1420万美元。 据悉,We Technology为晶片行业设计机器, 包括检查光眼膜的设备, 电路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但直到现在, 它还没有自己的工厂, 只能将生产外包。 横须贺工厂是其第一家工厂。 We Technology总裁说, 通过拥有自己的工厂, 将能够减少制造过程中的浪费, 并实现显着的成本效益。 由于全球顶级晶片代工厂台积电, 为日本晶圆厂建造的工厂, 刺激了此类投资。 他认为, 尽管个人电脑和其他消费设备, 对晶片的需求可能会下降, 但毫无疑问, 从厂远来看, 更多伺服器和电动汽车的普及, 将创造更多需求。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 到2030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价值, 预计将达到100兆日元左右, 即超过7000亿美元, 是2020年水平的两倍。 在此期间, 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 又往翻一翻, 达到4兆日元以上。 在美国, 该国总统8月签署的 CHIPS和科学法案, 将在5年内为其国内生产, 提供39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 随着新的美国晶片工厂的建设, 该立法将鼓励全球 对晶片制造设备的投资。 生产半导体晶圆加工设备的 日本国际电器公司 Calkusai Electric 赤资240亿日元 在日本立波式建厂。 这是该公司自2017年 被美国对冲基金 KKR 从日历手中收购以来的 最大一笔投资。 Calkusai Electric的客户 包括英特尔, 其在韩国和日本的工厂 都在满负荷运转, 但该公司无法跟上出货量。 毕波工厂的建设计划 于2024年完工, 国际电器将扩大 现有设施的产能。 产能最终将是截至 2021年3月的 财政年度规模的 两倍左右。 用于制造晶片电路的 曝光机台的 佳能公司将在 宇都工建造一座新工厂。 计划于2025年春季启动, 它将使全公司的产能 翻一翻。 该公司高级管理执行长表示, 这项决定性的投资 将提高生产效率, 缩短交货时间, 并带来稳定的供应。 太极电在日本雄本县 开工建设新厂将于2024年 正式投入运营。 根据九州的数据, 自台机电2021年公布 日本扩张计划以来, 已有至少14个新专案 在雄本县, 新建半导体设施 或扩建现有工厂。 半导体制造设备 占即将进行的 此类新专案的一半。 根据昂迪亚的数据, 日本在半导体设备市场 占有大约30%的份额, 这使得该行业 比日本的整体半导体行业 处于相对更好的竞争地位。 在韩国、日本、 美国大局投资本地半导体时, 部分英国立法者 已经坐不住了。 他们其中有人表示, 英国必须支持 其半导体行业 获得外来投资, 确保晶片供应。 在全球晶片短缺刺激下, 美国和欧洲政府 已向半导体投入数百亿美元, 建造新的晶圆制造厂。 有英国立法者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英国尚未公布相关行业战略, 有可能在确保 对内投资方面落后。 英国商业能源 和工业战略委员会主席表示, 政府未能采取行动 支持半导体行业, 这使英国公司 面临重大风险。 该委员会认为, 英国应就晶片法案 与美国合作, 并与台积电进行接触。 一位英国政府的发言人 则表示, 正在审查英国的国内能力, 并与行业和国际合作伙伴 密切合作, 制定新的半导体战略, 进一步发展该行业, 并确保英国的供应链 保持弹性。 该立法者还在报告中 敦促英国政府与潜在买家接触, 确保Newport晶圆厂的未来。 Newport晶圆厂是英国最重要的晶圆厂, 去年被中资背景文太科技, 旗下的荷兰注册公司 Nexperia安市半导体收购。 对此英国政府认为 这威胁了英国的国家安全, 下令Nexperia 必须出售Newport Wafer Fabrications的86持股。 不过, 此事也引发该厂员工的意义。 英国相关协会 11月下旬致信当地商务部大臣, 表示反对英国政府 强迫中企出售相关晶圆厂股份。 Nexperia也表示将提出上诉。 据英国一位立法者的说法称, 虽然英国的半导体产业规模相对较小, 但在设计、智慧财产以及化合物和先进材料半导体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能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